接下来再来看一个题叫做01背包问题 它说的是有N件物品和一个容积为M的背包 DI件物品的体积就是WI 价值是DI 要问将哪些物品装入背包可使价值总和最大 每种物品只有一件可以选择放或者是不放 正面没有说体积要正好收不到M 就是说你小一段M就可以 反正能塞进去就可以 要是价值总和最大 DI件物品的体积是WI 价值是WI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个题目的数据N 就是N件物品这个N是3500 M就是这个体积 容积是13000 这个是很大的数据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跟刚才的背包挺像的对吧 那我不妨用FI件表示取前I个物品或者前I总物品 使得他们的总体不超过界 跟上一个题目不同的数据叫做不超过界 而不是正常的一件 使他们总体不超过界的最优取法取得的价值总和 我们要使价值总和最大 对吧 这就是FI件就是最大的价值 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要求FNM 一共有N一种物品 要让他们体积总和不能超过M 那我们先考虑这个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我们考虑到 比如说只剩下一种物品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物品的种类编号是从E到I的 那我们只考虑一种物品的情况下 就是边界条件 如果WE就是第一种物品的体积 是小于界的 那么F1界就等于第一 我们这边界条件说的就是 这个I等于E的边界条件 就只剩下一种物品的情况 那如果WE小于等于界 就是第一种物品它的体积是小于等于界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第一种物品 塞到背包里面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F1界 F1界是什么 就是在前一种物品里面取若干 使得总体积不超过界 那它做法是什么 就是直接拿着第一种物品 第一种物品的这个价值是第一 那么F1界就代表 在前一种物品里面拿出若干 使得体积不超过界 这样问你价值最大能达到多少 那这个做法是唯一的 就是我们直接就拿了第一种物品 第一种物品它的价值是第一 所以说F1界就等于第一 这是一个边界条件 那如果WE小 WE是大于界的 就是第一种物品它的体积都已经大于 这个背包剩下的这个容积了 那我们就不能拿第一种物品 所以这是F1界它的指数是0 这个就是边界条件 然后我们再看看DK4 我们用FI界表示取钱 I种物品是它总体积不超过界的最优取法 取得的价值总和 那这时候FI界的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出这个DK4 那同样我们的思路还是对这个DI种物品 我可以有取它和不取它这个两种做法 对吧 针对这两种做法 我们分别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价值总和 对吧 这是两种做法 那取它的这种做法里面有个最大的价值总和 不取它的做法里面又会得到一个最大价值总和 那么我们到底取还是不取它呢 你就看哪一种的价值总和最大 对吧 所以FI界它就会等于以下两者里面比较大的那个 可两者分别就代表了DI种物品 我是不取还是取 好 那我们先看 如果不取DI种物品的话 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前 I减一种物品里面取落干 使它们总体积 不超过贱 然后这个时候 FI减一贱就是指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获得的最大价值核 就是在前I减一种物品里面取落干 使得总体积不超过贱 在这种情况下 最大价值核就是FI减一贱 对吧 好 那下面这一项呢 就是我取DI种物品 那取DI种物品以后呢 我们这个背包剩下的容积就变成了 接减WI 当然你这个接必须大于等于 这个WI我们 才会有这一等项对吧 这些另外再加一个判断 那总之 如果取DI种物品 那么背包剩下的容积就变成了 接减WI 然后那在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前I减一种物品里面取出落干 使得他们的总体积不超过 接减WI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得取得的物品价值最大 这个时候的总价值就是FI减一 接减WI 但是呢 我们刚才取了DI种物品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DI种物品的价值DI 对吧 因此这两项相加就是我们取DI种物品的情况下 所能达到的最大价值核 好 这边是不取DI种物品的情况 这边是取DI种物品的情况 那我们到底选择哪一种呢 当然就在这两个里面取一个大的 这就是用前I种物品 中取出落干 中取出超过界 也能达到的最大的价值核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二位素数 F 我们来存算计算的结果 对吧 那这二位素数到底有多大呢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I界的范围 对吧 I就是一共有多少种物品 I的范围就是物品的总数 界的范围就是那个背包的体积 那我们看到题目里面说这个 N是物品的种类数是小于3500 然后背包的容积是小于13000 那我们那样的一个二位素数肯定开的 就必须得是三千五乘一万三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实际上在这道题目里面 如果你真的开了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三千五乘一万三的二位素数的话 你交上去就会超内存 过不了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节省一些空间才行 那如果这套题目 你用记忆型地规去写这个程序的话 那你就无法避免的需要这样一个二位素数 结果就不行了 那实际上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滚动素数的思想 对吧 那我们有了滚动素数这个思想 那滚动素数的思想并不是能应用在所有的题目上 但正好这道题目是可以用的 因为我们注意到 这个二位素数下一行的值 只用到了上一行正三方以及左边的值 所以就可以用滚动素数 用滚动素数以后 如果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位素数就可以了 就能实现滚动素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来看啊 假设我们现在要求的是Fi键 就是Di行 这素组里面Di行第阶列的一个元素 假设它在这 就是第阶列的一个元素 对吧 假设我们要求这个元素 我们要求这个元素 我们需要哪些元素来求它呢 我们会需要Fi减一键 Fi减一键在哪 就是在它正上方 对吧 Fi的正上方 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个 这个 还需要这个Fi减一 J减W 对吧 再给它加上Di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个Fi减一 J减W在哪呢 它也是在I减一行 对吧 那就是上一行 然后它在哪一列 它在J减Wi列 那肯定它在上一行的左边 某个位置 对吧 好了 就是说我需要求这个元素的值 那么我就事先也得知道 上面这两个元素的值 那如果你是在二维数组面地推的话 那很显然我们可以就是按照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办法去一次把每一个元素的值都给它收出来 但这个时候二维数组不是体积太大吗 我们怎么使用滚动数组来节约这个空间呢 那我们注意到就是有了这两个打叉的元素的值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元素的值对吧 那么算出这个元素的值的时候 实际上我可以直接把这个元素的值存在它上一行的这个位置 假设我们要求第I行第G类的这个元素 那我们会用到它正上方的这个元素 对吧 以及它的上一行的左边的某个元素 假设在这 那这个元素当然就是这个F I-E界 对吧 这边这个元素呢 就是FI-E界点WI 假设这边WI就在等于它左边这个位置 对吧 好 从这个元素的值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上方的这两个元素的值 那我们在这个数组里面做D推的时候 显然呢 是从 按韩式从上到下 对吧 先求了I得0 I得0 D0含的值都是初始值 就是边界条件 I得0的时候 FI界的值全部都是1吧 对吧 那I得0这一行的值有了 我们就能够求出I得于1 这一行的值 对吧 然后I得2这一行的值都能求出来 那我们 韩式按从上到下走的 对吧 那在求一行元素的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左到右求 也可以从右到左求 到底哪一种顺序合适呢 那我们就看了 如果我们要做到节省空间的话 就是使用滚动速度节省空间的话 我们就必须从右到左求 注意必须从右到左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看 比如说我这个值 求出来了 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值存到它的正上方 把它覆盖掉 那在什么情况下 我才可以覆盖它呢 当然就是这个 它上面的这个元素 已经没有用的情况下 我才可以覆盖它 那它上面这个元素 都可能有哪些用呢 它只可能用来求 它正下方这个元素的值 它还可能用来求 它的下面这一行的 右边的某些元素的值 比如说这个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要求这个元素的值 它说不定会用到它正上方 以及它左边的某个元素 说不定就这个了 对吧 所以一个第i减一行的元素 它可以用它用来求 正下方的某一个元素的值 以及它右下方的某个元素的值 但是如果我们 在求第i行的元素的时候 我是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来求过来的 那么你可以想象 当我把这个元素的值求出来的时候 它右边的元素的值 都已经全部求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正上方这个元素的值 就肯定已经没有用了 因此我就可以把 刚刚求出来这个值 就直接存在这个正上方 对吧 那我们在前面再求了一个值 我也可以求在这个正上方 那当初求着 当初求这个di行的 最右边那个元素的值 求出来我马上就可以覆盖 正上方的元素 对吧 那这样实际上di行的 这些元素的值 我们一次求出来以后 都还是换在di减一行 对吧 那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二维数组 只需要一维的这个滚动数组 就能解决问题了 这就节省了空间 这种我们需要一维数组 就能够过掉这个题 嗯